你們看到了 今天這個天氣還陰陰涼涼 那溫度基本上也是舒服的 所以在今天假日 帶他們出來跑一下很舒服 完全都不會有熱的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你跑個100公尺也不會流汗那種感覺 很舒服 那在昨天的激情過後 今天我們又回復到平靜的生活了 台灣的大選終於結束了 OK 那不管是怎麼樣 反正日子還是要過 所以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三寶的 每天在生活的日常 那些複雜的政治我們就拋在腦後 不管了 然後那個 九九好像12月1號就要滿10歲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我有先跟那個動物醫院有先預約 就是明天喔 明天下午會帶九九去做個健康檢查 順便檢查一下 因為他最近眼屎蠻多的 所以要看一下眼睛 然後怕他老了 眼睛不知道有沒有白內障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明天再做個抽血吧 然後稍微檢查一下這樣子 10歲了喔 我們老爺呢 也是 現在整體看下來呢 除了說行動比較緩慢以外 還有眼屎比較多以外 其他都還蠻正常的啦 那當然希望說明天去檢查的部分呢 是可以有一些比較漂亮的數字 通常都是這樣子啦 不管不要說狗狗啦 連我們人類都一樣 像我爸好了 我爸呢 因為我們家隔壁呢 是客運 所以呢 我爸呢 如果來我們店你就知道 隔壁是一個新南客運 所以呢 會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客運司機呢 如果在等車的時候 都會在我們店裡面坐 然後就跟我爸在那邊聊天 那通常他們都聊什麼呢 其實到了一個年紀喔 聊天都在聊 以前我們都是聊那種 比如說你去健康檢查 然後說你有幾個是紅色的 你有幾個是紅色的 好就是我們比較年輕 二十幾歲的健康檢查 是這樣子 就是欸 我那個什麼山上甘油脂是紅色的 啊我什麼什麼 但是到了他們現在這個Label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他們現在聊的是說 欸 你還有剩下哪些是綠色的 不然 基本上通常都是 全部都是紅色的 哎呦 楊過耶 楊過來 楊過 楊過 來來 摸摸 不要害羊過 你要去找姑姑是不是 呵呵呵 蛤 所以呢 呃 像久久到現在這個年紀了 十歲了 基本上 你說他身體沒有問題嗎 呃 我覺得 很難 因為基本上喔 不管怎麼樣啦 不管是我們現在的天氣啦 氣候 就算久久的作息太好 飲食正常了 但是呢 以現在的空氣不好 然後很多的環境因素呢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 不管是人跟動物的健康 所以呢 我無法保證說 當然希望可以那個 紅色的數字少一點 希望呢 都是健康的 呵呵 所以無法保證就是 會是怎樣 我也蠻期待的 希望呢 明天 明天的那個檢查呢 久久是 是大部分都正常的 這樣我們就很放心了 那因為 本來是三隻都要帶去檢查啦 只是因為 一個人帶三隻狗 其實非常的難 所以我就分皮 因為 加上壯壯呢 壯壯他最近 前一陣子因為 因為骨刺跟什麼 腸胃炎的關係 所以 還要回醫院檢查 那所以我們明天 就帶壯壯跟久久去而已 那大大跟多多呢 我們下一趟 下次再拉這兩個屁孩去 因為他們現在也沒什麼狀況 大大就是腦袋空了點 那多多呢就是 對石頭的要求多了點 其他都很正常 所以 倒還好 那主要是因為 我們久久呢 快十歲了 想說還是要 例行性的帶他去檢查一下啦 簡單講就這樣子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之前呢就是 聽我爸他們在那邊 跟那個客運司機在那邊抽菸在那邊聊 哇你夠好 我給我三名 我還有剩下什麼什麼 是綠色的 然後其他呢 因為他們比的 大家通常檢查出來都是紅色的啦 所以呢 你說要有綠色的呢 那個是一個難人可貴的一個 就是有健康的條件 非常少 好 那 今天啊 來到這邊 我們就來玩石頭 來多多 這邊有很多顆石頭 你自己挑一顆 喔 你一個小子 不要那麼厚 這個是新的舞步嗎 左右跳 左右跳 新舞步喔 好酷喔 來來來 再來再來 熱舞青春喔 熱舞青春喔 多多多的新舞步耶 左右跳的耶 回來啦 讓我們大家欣賞一下華麗的舞步 多多的石頭舞 哈哈 你們來倒山都會不會劈我 我沒有要跟你 我只是從頭到尾拿石頭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到處要 incorporating 你明天怎麼會治長的 走 喔剛剛看到多多新舞步耶 左右跳 酷喔 去吧 來快�� 你 も去快 不要跑太快 你抽妳關節沒有很好喔 要保養了,你不要跑太快 嘿,對對對 你就慢慢跑就好了 你照你的節奏去跑就好了 不要跑太快 怎樣?大大 你是白痴嗎?你抓頭不是那麼薄的 來,我再講 我跟你講,三歲啦 你忙在那裡,對人家到樓裡 你如果真的要玩,你只要吃石頭而已 月底了是不是? 你看,你看你爸 你看你爸 你爸完全剪腳了 我完全叫你 大洗澡喔 其實沒有啦 那天我剖大大的臉是因為他用鼻子去挖土 白痴喔,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在想什麼,他用鼻子去挖土 所以挖到整個鼻子都是土 回家我媽媽擦臉就好了 也沒有洗澡啦,因為他們現在還蠻臭的 但是因為天氣有很涼 等哪天好天氣再幫他們洗澡 來喔再來 好 好 好 去去去去 很快 熱血喔 知道要去健康檢查了 很快 知道要健康檢查了 現在很慘 趕快運動一下 臨時抱個佛腳有沒有 增加身體的代謝 看明天的數字會不會好看一點喔 好 你看看,你看我大大 大大哥又在吃石頭了 大大你石頭還給多多 大大你石頭還多多啦 對對對,多多要搶過來 對對對,哇 多多聰明 來,好來再一次 好 要完嗎 要完嗎 要不要 好 去 好像快而已 哪裡 明天的健康檢查不會直播喔 因為 其實健康檢查直播呢 滿麻煩的 但是我應該 我會錄影 我會錄影 你這樣不好說 你明天要健康檢查的人 你還這樣 去 明天我不會 不會那個直播啦 明天應該是會拍成影片 到時候 大大就滾一圈耶 大大叫自己 跑到一半就滾一圈 你成龍喔 大大 跑到一半這樣滾一圈 要爬起來 大大你成龍喔 去 明天我會把影片 應該拍一拍 用剪接的方式 放在YouTube頻道上 這樣子 比較方便 因為一些資訊的話呢 用剪接的方式比較快 而且 在直播過程 其實我很難處理 因為 可能還要聽醫生講話 我還要在那邊 拿鏡頭 其實很麻煩 所以就 用錄影的方式 比較簡單 然後呢 我一直真的很好奇 剛剛有那個 我們一個老朋友 每次留言都說 影片可以刺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看看 副指同步 你看看 影片可以刺是什麼意思 那個刺啊 一次兩次的刺 而且每次都流喔 所以我不知道是 你的手機呢 有那種 專業打字的 然後專門只打這一句話 因為每次看到就是這一句話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網路流行語 還是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我不大懂 所以每次只要看到影片可以刺呢 他都會在我的心裡面留下一個印象 一直很想問喔 今天突然想到要問一下 到底影片可以刺是什麼意思 是可以 再一次 還是什麼刺 我不知道 大大的石頭不要這樣吃 好 再一次喔 快點喔 一 二 多多 你不可以作弊 我都還沒丟 好 去吧 喔 來 大大你滾滾 大大滾一下 你看 你看 他就這樣一圈 他也爽 你很去圈 好 再一次 還要不要玩 今天天氣很涼爽喔 今天天氣很涼爽對不對 去吧 你看你 沒辦法玩 喔唷 大大自己跑去耶 難得 難得不是多多追 是大大追 然後 但是呢 我可想而知 大大追呢 他只是為了要去吃那一顆石頭 他不是像多多 只是要玩石頭 來 等一下 對個交 這個很難對喔 來 大大 大大大 要跟你說幾次 蛤 月底了 有骨氣一點 不要吃土 不要吃 不要吃 草 也不要吃石頭 好不好 阿鳥 阿鳥 阿鳥來 你踢到鏡頭了 阿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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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玩嗎 阿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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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等一下 還沒 還沒還沒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阿鳥 去 阿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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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滾一下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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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一起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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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逃遞的時候非常適合這一首歌 好 來 去 唉唷 當他去了 當他去了 好 原來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很想知道 影片可以刺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不只是在這邊 上發的俱樂部那邊呢 也會有收到這樣子的留言 所以很想知道那個刺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了好了 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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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啦 休息啦 朵朵你很吵捏 唉唷 喔 很喘喔 很喘對不對 一 二 去吧 阿達達你不在玩喔 你不在玩你滾滾好了 哈哈 鎚鴨兵 我在鎚鴨中 快點 阿達達要滾滾 哈哈 我才剛要幫你配樂而已耶 哈哈 來 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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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好棒好棒齁 好棒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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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喔 朵朵你真的爽不爽耶 體力無限齁 很喘喔 很喘喔 你們有聽到他們在喘的聲音嗎 等一下 我讓你們聽一下他們在喘的聲音 來 好療癒的聲音喔 哈哈 好 等一下 喘喔 來 去 來 去 你聽他們在喘的聲音喔 滿療癒的喔 還要玩嗎 沒有了 小鳥咧 小鳥在哪裡 哪裡 去 去 那邊 那邊 哪邊 哪邊 小鳥在哪裡 小鳥小鳥 小鳥咧 快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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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小鳥咧 小鳥你肚子要拖拖了咧 阿嬈小鳥你滾滾好不好 小鳥你滾滾 你來滾滾 小鳥 滾一下 快點 你的肚子快要拖到地上了咧 小鳥 而且你屁股還吃酷耶 好 喔唷 大大腳到了喔 小鳥你石頭還我好不好 小鳥 小鳥你撞到鏡頭了